九龍堂宣導小學一名教師 被教育局指有計劃散播港獨訊息 取消教師註冊 教育局公開個案的詳情 說那名教師在課堂用50分鐘 教香港民族黨終止 並要求學生舉手表態 教案顯示 教師會用50分鐘的時間 有計劃地由社團條例 帶出香港民族黨 然後詳細介紹這個黨的宗旨和政綱 接下來是討論港獨的課題 值得注意的是 香港民族黨已經被列為非法組織 教師花大量時間去介紹一個非法組織 重點就是宣揚這個組織 港獨的政綱 並且觸及到藏獨、僵獨、台獨 以至分裂國土的議題 更令人震驚的是 在教案顯示到 在播放關於民族黨政綱時 如果同學也贊成這項政綱 可以請學生舉手示意 教師要求學生在課堂上 作政治表態 相信任何教育工作者、家長 以至社會大眾所不能接受的 老師是有申訴的 他申訴的重點 他就說他的主題是說言論自由 所謂的言論自由 只不過是一個切入點 只是在教案的最初部分 提出了很少關於言論自由的內容 接下來所有的主題 都圍繞著港獨這個課題 教育局有指 教師出的工作指 問學生主張港獨的原因是甚麼 要求根據陳浩天的訪問片段作答 學生沒有表達個人意見的空間 只能夠憑著影片作答 明顯將港獨思想強加於學生 教育局局長楊潤雄說 事發在國安法生效之前 無意轉交執法部門處理 但以後發生同類的事就可能會 但發生這件事之前 就是在香港國安法 有之前的事 所以我相信因為國安法也說得很清楚 它是說成立了國安法實施之後的案件 所以在這件事上 我們暫時沒有一個打算 要將它轉介給相關的執法機構 根據教育條例 除牌是沒有時限 那名教師終身不能教書 亦不能進入校園 九龍堂宣度小學發表聲明 說涉事的老師已經離職 學校會盡力確保 校園政治中立 有家長說兒子曾經被這個老師教過 知道她是好老師 對她被取消註冊感到遺憾 昨晚都看了那條工作紙 我個人就覺得沒有問題 其實因為它沒有一個前設說要港獨 因為我們都是家長 亦都知道這是一個好老師 所以總之我們就覺得很遺憾和傷心 一向都有留意功課 始終她也有學習和價值 我都會給她 灌輸給她 所以我覺得不會影響 不會影響太大 因為你跟她說回